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我们这个直播的观众 like我们这个直播 分享快点 快点like 还未够一半 一半都没有 这个喜欢的次数 因为在YouTube的演算法 这个like就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也希望你们多点留言 多点留言 你们有些问题 我都会抽出来去问问转姐 我再问多点转姐所说的 我知道风水 有时我知道什么位置有什么问题 有些就说我们摆什么阵 在你的处理方法是否这样 其实不怕介意说 叫人摆什么阵 或者做些什么 其实这个是满足了自己心理上的需求 但是我们会用 因为每年的耳黑五黄到哪个位置 或者我们会和别人说 或者不要摆那么多冬的东西 或者不要摆那么多刺激的颜色 甚至无耳黑五黄不要摆植物 这个基本条件都要说的 但是你说摆了什么阵 你就会富贵 其实这个只不过是 满足了心理上的需要 你试一下如果我叫你 放一只大象在那里 你就会给你很多财 你觉得是否真的 只不过在形态上 放一只象在那里 会感觉到舒服了 而且会感觉到大象是吸水的 那是否有能量给我 那你自己的能量 即心态上 已经是觉得这东西舒服了 那我们说是呼迎喝象 所以到我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是的 我放了一只象在那里 真是果然吸财 这个是你自己认为做得到 或者是可以满足到自己的欲望 你就照做 但是你说能够摆一个什么阵 就可以有什么大发财回来呢 其实真的要说一命二运 第三才到风水 OK 转姐 K5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真的问得相当有趣 所以我要问问你 Hello 转姐和Mac 可否说恒大四条三 未来有什么前景 可以不可以 可以这样说 因为你这样问 我就会用数字来回答你 用数字 不是股票分析 因为每个人叫做 各司各法 是 因为它是多少个数字 四条三 四条三 简单说 很多时候你们去玩啤牌 都说有多少什么 气质不太强 但是在三个角度来说 在风水角度来说 三是三壁星 是是非星 它已经应用了一种是非的问题了 还有这么多的条三 在里面 做事方面 一定是很团 好像一大群人在一起 所以他们的做事方法 是很进取的 所以凡是三数的人 进取能力都会很高 而且他们还要埋堆 所以如果说这个是骗案的话 他们是一个团体 一个很大的范围 他们去行骗 搞些是非出来 但是由于他们过分 三数也是代表急进的 所以有时他做的事急进了 所以他又脱流 所以容易被别人捉到 他们的团体的问题出来了 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好与不好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好与不好 但是在不好的方面 我刚才说了 在好的方面来说 代表他们进取 而且在做事方面 他们就是说 人味道声鲜道 很多事情 你们未想到的事情 他们都会去做 所以有时 他们的处理方法来说 不说别人好与坏 而是比例上去处事方法 是会让别人先走一步 数字分析也说 既然有观众这样问 我们就不妨这样解答一下 接下来 如果一个门牌 1306 会有什么意思呢 1306 基本上是不错的 1306 在前头那几个数字来说 是会比较上 我们说是奉持生贵 即是说 在很多角度里面 很多贵人帮忙 就算以一个人的混情来说 在前头来说 他很多贵人支持 帮忙 但是在后来来说 他会在人的后半生 他叫做明星暗降 即是在做的职位 或者是什么都被人制肘 权力都被人制肘 所以整体来说 1306这个数字 开始运势很好 但是后来的运势 就会比较上 尤其在权力方面来说 是会成为一些弱势 还有在处事方面 说了 但是说健康方面 如果你要问1306的人 特别留意 如果他们不懂游泳的话 尽量不要去游泳 因为很容易有水险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说 工作方面来说 就要留意了 他们很容易在职位上 被人调动的机会大 所以上半年 一个比例 一年来计数 上半年好运 下半年就比较容易出事 出事的原因是什么? 大意 这个就知道1306 这个门牌 有什么情况要注意 事不宜迟 因为9点01分 我就开始抽一些 VIP的会员 有些问题想问你 我不知道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她叫Shirley 她的电话尾数是8 是 ID尾数 尾数是A 是 她是一名女士 她想问她的事业和子女 未来有什么要注意 如果在工作方面来说 因为她的一是括弧的 其实这个人有些小聪明 想的事情 她都会比较是 A就是一 有些小聪明 处事方面 她都会比较懂得去行一些比较简单的路 她思想上不复杂 而且比较上自己 都是偏向了一些悠游的生活 所以在今年来说 你问的 不要说2014 对于平时来说 因为说2024 如果是2024 今年来说 她仍然是很多贵人 帮她的 这些贵人 比较上未必一定出面 但是由于她自己享乐的心态 是会高了一些 所以做事方面 她今年不是很认真 所以很多贵人来帮她 也好 她未必容易掌握得到 所以小朋友 读书方面 真的要难教一些 有机会她真的未必 做事方面那么集中 另外 如果你说 不过你不问的 如果一般的女士 或者是一般人 问的 这个数来说 会令到 在2024的人 有机会有桃花 但是如果是女性 想问姻缘的话 很奇怪的 今年她认识的人 都比她年纪是小的 比她小的 所以整体来说 都是有姻缘的 有姻缘的成份在里面 但是在健康方面来说 你就要留意了 背痛 和耳朵的毛病 你特别要小心 哦 哇 很详细 Shirley她问 她事业和子女 那 阿鑽姐 都在不同的方面 给了一些很详细的提示 希望帮到Shirley你了 好吗 如果 你再有 一些深入的问题 想问 可以再把握 少时间 追着来问我 如果没有的话 我便去准备解答第二位 第二位就是周珊 我们的忠实粉丝 非常感谢她 她是一名男性 身份证的尾数号码 括弧是1 现在常用的电话号码尾数也是1 她反而想换个角度 想问你 她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的尾数是适合用1 还是3 还是8 还是9 如果她括弧是1 是的 接下来 她想用的电话号码尾数是什么 尾数 虽然她现在正在用1 但她想先问你 第一 1是否适合她用 其次就是 389 是否适合她用 正常来说 我会和她选三 因为一个人的数 的人在括弧里面 她的心态想法 都是比较不积极 处事方面 不认真 所以令到她能够有机会 激进的话 用3的尾数 令她做很多事情 她都会 真的座言起行 尤其是男性 如果一样东西都喇喇行 便失了很多机会 但如果用8 对她来说 是变成她在物浴方面 她会注重这方面的想法 令到她的工作量 都会减低了 认为自己好像封衣足食 她不肯去上进 但用3 对来说 行动型 所以她会助言起行 之余 更加会做一些 自己以前 决定了的事情 不去做各自了的事情 重新来过 好 好的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请做齐留言 讚好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 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 会看到有主播专业的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 会看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 和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 是一个知识共享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